今天做了一道家庭版辣子鸡丁 再也不用去外面的辣椒堆里拔鸡肉了 鸡腿沿着骨头剪开 剔除骨头 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 加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、料酒 再打入一个蛋清 加少许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再加点食用油 抓匀腌制15分钟 锅中油温5成热的时候下入鸡肉 炸至表面酥脆 有些微焦就可以控油漏出 留底油 下入葱末、蒜末、干辣椒、麻酒 炒出香味 倒入炸好的鸡肉块 放少许盐、白糖 翻炒入味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葱花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炒瑟 炒利 水